在经历了几场恶战之后 马努拉也渐渐放下了对三光的戒备之心 他打算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三光 随后女孩将手臂上的绷带解了下来 露出了被维罗尼卡病毒修复后的伤口 马努拉向三光和克劳萨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大约在1991年间在马努拉五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希尔达感染了一种南美地区特有的无法治愈的致命疾病 多年后一名安布雷拉的研究员联系了哈维尔 向他提供了使用T病毒治疗希尔达的方案 随后希尔达在注射了T病毒后 身体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 T病毒成功摧毁了他身体中的癌细胞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已经恢复得和一个正常人差不多了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哈维尔就发现这种做法只能适得其反 使事态变得越来越糟糕 T病毒并不是救人的灵丹妙药 反而开始侵蚀他妻子身上其他的细胞组织 希尔达的身体状况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 慢慢地他变成了一只怪异的两栖类的怪物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希尔达都是无意识的野兽 他似乎保留了足够的人性来认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因此不会对他们发起攻击 只要马努拉演唱希尔达曾经像他唱过的催眠曲 希尔达就会变得非常温顺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在游戏剧情的开头 当三光和克劳萨找到马努拉时 他的歌声一停止 那只原本温顺的怪物就会变得非常狂躁 时间来到了2001年 也就是马努拉15岁的时候 他不幸被诊断出于10年前母亲得了相同的疾病 他的身体也开始迅速恶化 哈维尔已经失去了挚爱的妻子 当然也不能忍受女儿再次离自己而去的结局 为了救治女儿 他开始与保护伞公司打交道 用高价购买到了T维罗尼卡病毒来为女儿治病 随后 三光和克劳萨投摸到了哈维尔基地的外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克劳萨却突然向三光提出建议 他认为 趁着马努拉还没有变成怪物时 不如提前杀了他免责后患 但三光却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认为 哈维尔肯定知道抑制维罗尼卡变异的方法 只要找到他 就一定有办法跟治马努拉 更何况这个小姐姐这么好看 娶回家做二后宫也不错 他将总统交给自己的特殊任务文件 拿给克劳萨看 得知是最高领导亲自下达的指令 这才明白 三光是总统的皇亲国戚 如果自己不服从他的命令 估计回去之后 必定会被穿上小鞋 秉持着实时务者维俊杰的道理 克劳萨果断服软 表示接下来的行动 完全听从三光的指挥 紧接着 三光和克劳萨端起武器 一路向哈维尔基地的内部杀了进去 虽然图中出现了无数的丧尸 但面对生化系列中的两位超级主角 这些丧尸显然成为了他们的炮灰 在马努拉的带领下 他们走到了一个玻璃花园 在这里 三光发现了一株巨型植物花 这肯定跟哈维尔隐藏的一些秘密有关 在玻璃花园的后方 他们来到了一处隐藏的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虽然不大 但里面却储藏了数量众多的人体器官 和冰冻起来的女孩尸体 三光和克劳萨见到这一幕后 立刻联想到了 之前在村子里的女孩失踪案件 这个哈维尔 莫非和贩卖器官的圣蛇组织有关 就在二人疑惑之际 身后的马努拉 突然痛苦地跪倒在了地上 三光见状 便立刻冲了过去 开始在女孩的身上疯狂地卡油 与此同时 换了一身衣服 顺便还做了一个发型的哈维尔 就此现身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哈维尔终于将这一切的秘密说了出来 原来 他自己从头至今 根本就没有抑制维罗尼卡病毒的方法 但是 为了保住女儿的生命 让她活下去 不被病毒 占据身体发生变异 变成怪物 哈维尔便命令手下的圣蛇组织 去绑架与女儿年龄相仿的当地女孩 然后将这些女孩的器官 移植到自己女儿的身上 虽然这种做法十分的残忍和不公 但为了马努拉 哈维尔别无选择 因为只有这个方法 才能阻止女儿身上器官过快的衰竭 这个实验室 也正是哈维尔为马努拉打造的人体器官库 马努拉之所以能逃出这里 就是因为他从医生的口中得知了 父亲是如何丧心病狂地为他治病的方法 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的他 只能选择独自逃跑 而得知女孩逃跑后 哈维尔便大发雷霆 他打开了大坝放出了洪水 将山下的村庄全部淹没 T病毒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泄露的 然后感染了整个村庄里的无辜村民 在交代完一切后 哈维尔决定送三光和克劳萨最后一程 他召唤出自己 早已变成怪物的妻子希尔达来收拾他们 很快 怪物就出现在二人眼前 三光和克劳萨不得不再次强制和怪物进行战斗 战斗刚开始 希尔达完全占据了上风 凭借超强的防御力 将三光逼入了死角 就在两位主角被逼入到绝境之时 马努拉突然出现 他在怪物的身边唱起了歌 并吸引了希尔达的注意力